在美军的机密文件中 有一个被命名为41号的绝密项目 此项目记载了一个悲惨的种族 马少尔族 这个种族被美军当作小白鼠 用来测试核弹、氢弹对人体的影响 其目的就是为了对付中国 马少尔族在12年的时间里 受到了67次核弹攻击 平均每天受到的核打击 相当于两个广岛原子弹 因此在核弹的影响下 整个种族所有人都下场悲惨 树哥今天就来说说 美军惨无人道的马少尔群岛核实验 这个故事要从一个神秘小岛说起 比基尼岛属于马少尔群岛的一部分 这一群岛由23个小岛组成 在太平洋的中心位置 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它是一个被世界所忽略的世外桃源 数千年来 这里的原住民自给自足 他们有充足的面包裹 椅子和鱼 航海全靠星空导航 第一个刚到这里的美国人 惊为天人 称这里为天堂 万万没想到 好不容易找到天堂的美国人 接下来所做的事 竟然是不择手段的毁灭他 1946年 美军打败了日军之后 开始对马少尔群岛实施管辖 当时他们曾对原住民的承诺是 我们作为基督徒 以上帝的名义启示 我们将保护原住民的健康和幸福 他们甚至拍了一部宣传片 在这部宣传片里 一个帅气的美国大兵队酋长说 美国政府正在试着把一种巨大的破坏力量 变成对人类有好处的力量 而比基尼岛这里这些饰演是朝那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 在上帝之手的庇护下 你们的生活一定会好 单纯的原住民并不知道 美国人所谓的巨大破坏力量指的是核弹 美国人为了这个马少尔群岛计划 投入了惊人的资金和人力 他们把无数的动物绑在甲板上 只是为了观察他们如何燃烧死亡 他们还用特别的药膏 涂抹在动物身体的某一部分上 为了查看未受核爆的部分和受到核爆部分的对比 而且不只是动物如此 每一个比基尼岛人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强迫成为了美国人的人体实验对象 很快 第一颗原子弹在比基尼岛爆炸了 大部分人从睡梦中被惊醒 他们慌乱的跑到空地上 丝毫不知他们已经深陷在全世界最强的核污染之下 每一次呼吸都是离死神更近一步 而更为恐怖的是 这种污染将会深深扎根在他们的基因里 污染每一个未出生的婴儿 影响子孙万代 这个种族从此万劫不复 当天有一批早起的妇女正在井边洗澡 他们听到巨大的爆炸声之后 不知所措了几分钟 渐渐的开始有诡异的白色灰尘 从天空中飘落下来 而这些单纯的原住民在美国人的洗脑之下 还以为是上帝显灵的神迹 他们收集这些白粉用来洗头 几天以后他们的头发开始脱落 其中有些人很痛苦 严重的甚至全身发痒 他们开始脱皮 出现各种诡异的症状 此后马绍尔族人开始大批大批死亡 唯一的一些幸存者也都患有严重的癌症 有人计算过当年那些核弹的威力和广岛原子弹比起来 相当于连续12年 每一天在岛上爆炸两颗广岛原子弹 由于核弹清淡的污染 比基尼岛已经不适合人类生存了 此时马绍尔人从自己自足变成了一无所有的难民 很多人流落到贫瘠小岛 来一个受冻无家可归 于是他们被迫开始求助于美国政府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在美国国内这段错误的历史被美国人快速的封锁掩盖 普通人只知道比基尼发生的世界上最壮观的核爆 却不知道当时岛上还有人类 而这些记录只存在于美国41号机密文件中 伴随着机密文件的泄漏 人们发现这些文件中还记载了美国人更加丧心病狂的实验 在当时有一名叫康纳德北医生 他曾经亲自和岛民接触 并迅速获得了马绍尔人的信任 单纯的马绍尔人从未想到 这个慈眉慕善的热心医生竟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在1945年的清淡实验之后 群岛上的一个叫朗格拉普镇的镇长约翰 受到了严重的核辐射 于是他向康纳德博士 这个原住民最忠实的朋友求助 不久以后 他和六个受伤的岛民 一起被康纳德邀请到芝加哥 接受仔细的检查 他们被带到一个铁屋里 里面是各种辐射探测器 对于群岛镇长来说 检查的过程就像一个宗教仪式 他带着做仪式的心情配合了全部的检查 结束之后 美国人友善的给他们送满了苹果 接着在没有任何治疗的情况下 他们被送回了比基尼岛 美国政府声明 回家是安全的 核爆的阴影已经远离比基尼岛了 并且政府还承诺 会无偿机会流浪在世界各地的马绍尔人 就这样 约翰镇长怀着幸福的心情 和自己的族人一起回家了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 他们要回去的地方是地球上污染最厉害的地方 美国政府这样做是为了测量人处在污染环境里 对有害物质的摄入量 这样 约翰镇长和他的妻儿 他的岛民在岛上当了整整28年的小白鼠 这些原住民在此期间曾多次患病 然而美国却只是提供药物 不给他们做手术 而这些所谓的药物 其实是掺杂了辐射物质的化学液体 因此在比基尼岛上无数的妇女流产 大部分人很年轻时就患上了白血病和甲状性癌 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大部分有先天的缺陷 有些甚至根本就不似人形 唯一一些比较正常的孩子则被美国政府带入实验室研究 这些孩子在研究所中每天忍受穿孔抽血注射药物的痛苦 像牲口一样被肆意玩弄 他们也曾经想过逃离 然而却没有任何人敢援助他们 最终在比基尼岛人近乎绝望的求主下 一个叫做绿色和平的非政府国际组织伸出了援手 他们离开了比基尼 搬到了一个未污染的岛 马沙尔岛民欢呼雀跃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他们的厄运才刚刚开始 在马沙尔群岛中 一个叫做夸甲林的岛 这是一片最大的岛屿 上面有美国在太平洋的一个最重要的军事基地 称为罗纳德里根试验场 每一天从5000英里外的加利福尼亚 美国空军都会向马沙尔群岛发射实验洲际导弹 他们的假想敌就是中国 在这里 马沙尔群岛人再次承受着军事试验的威胁 所谓的美国先进武器 每一个都有可能脱轨走火 对他们造成致命伤害 然而这些都不会打扰基地的生活 美国人在这里重建了一个美国小镇 设施先进 秩序井然 不比美国本土的任何一个小镇差 对岛上的美国人来说 这里简直就是先进 就在基地对面有另一个岛 名字叫做伊拜岛 同时也被称为太平洋上的贫民窟 一万两千多人居住在长不到一英里的狭窄地带 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当年比基尼岛 沦落到此地的难民 他们每天乘船去基地工作 给花园和高尔夫球场浇水 然后做轮渡为贫瘠的家 在这个贫民窟般的伊拜岛 他们什么都没有 没有医疗 没有教育 没有工作 鱼类被有毒污染污污染 所有人只能吃处理过的进口食品 这几乎花去了他们收入的全部 而基地虽然有设施先进的医院 却拒绝给他们治疗 因此他们只能像牲口一样 匍匐在美国人的脚下 1986年美军政府给予马绍尔人仅1.5亿美元的核试验损失补偿 而这笔施舍和每年美国人投入的万亿军备实验经费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很快马绍尔人向美国国会提出上诉 而几十年之后的今天 他们仍然在等待上诉后的回答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巴马曾经信誓旦旦的表示 要为世界寻求和平与安全免受核武器困扰 可是在他任内 花费在核弹头上的资金比冷战以来任何一任美国总统都要多 如今核试验基地比基尼岛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 这里无人居住 甚至连动物都消失殆尽 靠近看 你会看到翠绿环礁的某一个地方 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 其实这是一枚叫做布拉沃的氢弹造成的 而且同样的事情他们做了60次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那里的核试验至今仍未停止 我们永远也无法预料 下一颗核弹会扔到哪里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一个种族只有不断强大 才能不惧任何威胁 优胜略胎 一直以来都是自然计的生存法则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